整部車我只認識一位莊老弟 其實我都認識 我不知道我要講什麼 不好意思喔 就這樣 好 謝謝 謝謝 我是最好一個 我叫楊武南 剛才聽各位前輩 大家都是這樣吃肉講 我都是比較煩惱 很抱歉 我現在青菜講 你要青菜聽 對各位觀眾 我是公民記者 我沒有什麼其他的職務 但是我 公民記者我就是最敬佩 這個現在幫我錄影 他是最佳的那個公民記者 好奇爸爸 我常常就是看他的那個文章 報道 我非常敬佩 那早期的時候 在波動 波動電台 我也是常常要聽 剛才這個 某某主持人 我說我有聽嗎 我現在比較是 不可以跟我聽 不過在早期 我在那個中華電訊公司 中華電訊公司 我在那裡退休 在那裡退休 以前我就很關心到這些電台 因為那裡有很多的來源 資訊 或是當時的雞頭運動 雖然當時我這時是國民黨 不過晚上都是民心黨 那時不是民心黨 那時不是民心黨 那時是東華 那時我是很注意 關心東華運動 我退休之後 想說可以 比較清閒 睡到自然閒 這樣來過日子 那我很喜歡 就說去拍拍照 衝生三明 這樣 過比較休閒 這個快樂的一生 那想到這個 那種做了兩年的那個生態 我當時也參加荒野 荒野協會 那有參加過武林組 到那個武林 去那個體驗 非常好的經驗 一直想說跟他們到那個 馬來西亞 那個什麼 我家過的 神山 那登山 就是那個國外的 神山 神山 但是我因為家裡 並沒有很贊成我 好像一直跑 那所以就沒有去 非常可惜 但是兩年多 也是看了很多 這些生態 我拍了很多 昆蟲 我特別喜歡 晚上去拍青蛙 我青蛙 一直找 台灣青蛙有32種 我曾經拍的 差不多二十幾種 二十五六種 那麼奇遇 想要拍的話 它不去困難 就是 有時候會聽到聲音 就是找不到 可能是 技術太差了 那 這後來因為 一直拍照 也喜歡 去關心 社會的問題 跑到街頭去 啊 就是 所以早接觸 像國光石化 這些抗爭 在環保暑的時候 我是非常敬佩 這些年輕人 還有那個 當地的 受害者 安慰了自身的 生存健康 在奮鬥 讓我非常非常感動 在一些學生 關心到這個環境 這個都讓我 職業要投入 這些公民運動 這些活動的 所以我是非常關心 這些 弱勢 弱勢 他們的活動 看看 是不是這個主流媒體 並沒有 好好的報導 那 這個 莊總編 給我很多的 很好的機會 我非常感謝他 今天 邀請我來 能夠比較輕鬆的 這個 有兩天的行程 比較接近台灣 接近龍中 接近鄉下 這樣說呢 我也是生長在鄉下 是瓊林 的鄉下 那瓊林出了一個 叢林王 是 方野協會的 創會的會長 他曾經在菲律賓 待過 在鄉里面 從林 待過了一年 這個時間 他就是這個理念 要把台灣 能夠維持它的原貌 不是人工刻意的去培植改造 所以 所以 所以我這個 對這個鄉林 這三人 愛好 是 好像就是 離生俱來的 從小時候就是這樣 那 有一次是在 中正學院 參加這個媒體 這 金頭殼 那個 給我很多的 那個 很好的教導 他們的師資是很棒的 那 這幾年來 我 受到一些人是 團體 他們 給我肯定 那 所以我現在是義務管護 就是我身體 還可以的時候 雖然 已經七十歲了 就是說 剩下幾年 還是 會 跟 年輕人一樣 繼續的 齁 在公民報導 這些方面 來奮鬥 我想 千年萬年 並不能表達 那 我 對各位的 那個 信誹 還有 這個 學習的機會 我現在就 結束我的談話 感謝各位 謝謝 無難休 不會講 欸 講得滿好的 謝謝 這個機會 我們等一下 我們是在清水以內 休息一下會停一下 好 那大家因為我知道